所以昆辰怎麼來看呢 中國對臺灣是有武力上面的威脅 那所以說中國戒選 這個臺灣的總統大選 這也不是一次兩次 幾乎從一九九六年 臺灣總統直選開始之後 就開始戒選 當初是 當初是用這個武力來恐嚇 文攻武嚇 那當然現在這個方法是越來越精細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他招待這個里長過去中國 落地招待 我們新北市有 臺北市也有 那相關的案件也有在辦 而且他還針對激戰區 針對這個 比如說中張投是激戰區 他有特別針對中張投的這些里長 招待過去 所以現在中國會看 他覺得說要來影響這個臺灣的選舉 他就變成是說 他是看哪一些選情比較激烈的區 他從這個地方來著手來影響 那所以說這些里長 當然過去這個會受到影響 回來之後他會傳一些訊息 這些訊息的很多都是來自中國的 這些錯誤的訊息 那試圖要來影響 這個臺灣的一些選情 當然他們傳了一些訊息 大家轉傳 轉傳 很多是錯的嘛 我們自己也就收到 他說一看就知道 這是抖音的訊息 是假的 可是大家是還在傳 所以真的要呼籲大家 在選前剩下一個月 遇到這一種有爭議的訊息 不要再轉傳 那再提到說 不管今天是陳玉珍 他這個刪掉這個海陸兩會的預算 或是說今天的謝伊鳳提案 那凍結這個陸委會百萬的預算 我認為這些立委 這些國民黨立委敢提案凍結 或是刪除 就勇於面對嘛 不要說這個提案刪除了 出來講到自知乎說 這個是人事費啊 或是說是怎麼 不可以增加這麼多 你明明你的這個提案的理由 就有說啦 就是說這個這個為什麼 進行這個考察投資 沒有來到一百二十個人 這個賢有私質 請問一下賢有私質是誰的問題 中國打壓嘛 那一樣啊 今天謝伊鳳 你都已經來到民進黨黨團了 就看一下說吳一寧到底在講什麼 那吳一寧也當面啊 職求對決啊 就是問了這一個謝伊鳳就說 那你是不是支持 這一個主張統一 或是說這個不希望統一 你把話講清楚嘛 那很多就是招待彰化的村里長 附中旅遊 那問一下謝伊鳳知不支持 那謝伊鳳如果來到民進黨黨團的話 職求對決嘛 就不是 回去呢 跟他們的這一個呢 總召就講 就是說這個我們要退出 退出這個朝野協商 就是要預算 因為現在年底是省總預算嘛 所以說對於這些國民黨立委來講 你們要刪這個預算 要黨預算 跳出來講 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我為什麼要刪掉這個陸委會預算 為什麼要刪掉海濟會預算 為什麼要刪掉這些預算 我就講清楚嘛 既然敢刪 敢當這個中國在地的協力者 就不要讓 怕說讓選民來做檢驗 所以敬遠你看看中國開架四點八億 我們這一架直升機大概是九億 大概是九億 九億多 如果包括武器會超過十億 我像我們的黑鷹直升機也是一樣 每一架都是十億 然後呢 現在開始竟然策動現役的洩興中校 駕駭客直升機要降落共建叛逃 然後呢 包括這一些 還有這明明已經不是問題的問題 你們自己都已經講說 這只要拍照列館 這是舊的違建 現在還在那邊套諜用 而且套諜還套諜不起來 所以從這裡來講 不通 尤其像這個中國戒選是非常清楚 我們的這一些 有的人被他們給利誘了等等 這也是事實 這為什麼 為什麼還要在什麼 三預算等等 我先從賴清德老家講 就是賴清德老家這件事情 十二月還有臺北市 鮮北市政府公務局 就已經有發文 就是說他認定他是寄存違建 寄存違建 因為我們都知道 就是全台灣到處都是 就是拍拆 拍拆 那第二個就是說賴清德 在講說還沒有收到公文 因為我們知道寄存違建 他不會特別發文給你 他就是拍照列館 但黃國昌 這個是黃國昌 這我要先講 不是國民黨那邊 故意把這個圖亂 然後那邊講說什麼 空招 黃國昌是民眾黨 對 黃國昌是民眾黨 現在他是民眾黨 所以你就說 那是民眾黨搞得炸 那確實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 如果再繼續追查賴清老家 反正現在看起來賴清德 談到這個就是 就是第一他就哭 那第二就是說 我們就認定說 他是既有違建 他不是在他老家哭 他唐二媽媽哭啦 他談到這件事情 那就那就不開心 但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如果跟過去相同的標準 無論是之前韓國瑜被質疑 以前韓國昌被質疑 黃國昌也被質疑好了 那我們把標準拉高的話 我覺得賴清德可以直接去正面回應 這個議題 這個是一個 不是 那個我要提了一下 是岩寬仁那個跟這個不一樣 岩寬仁是拜託自己的地 還有國有地 是最近才蓋這麼的豪宅 跟那個馬雲區那個一樣 那個還有馬雲區 那個是農地 租農地 他有農民資格嗎 跟這以前礦區是礦區用地 本來就可以蓋工了 那不一樣啦 我覺得因為現在礦區 他這個是有歷史因素 就是說因為礦業法廢制 所以他沒辦法使用 不能把這個湊在一起講 那我覺得也很簡單 為了避免讓賴 我是在幫忙想解決方式 為了避免讓賴清德為難 現在反正這個主管條例在中央 我們現在立法院這個民進黨過班 趕快把它修一修 免得賴清德一直被這個議題給質疑 那另外就是在講說這個策動這件事情 我想說中共對於我們的 無論是這些軍方還是說民間 他們都會一直想要用進各種方式去做統戰 這個絕對會有 這就像以前我們自己高中的時候 我們讀軍訓的時候 然後教官就問我們講說 現在如果那個你手上正好 我有國家的軍事機密 結果這個有人要利用你說出價一百萬 然後要跟你買 你賣不賣 那時候對高中生來說 聽了當然一百萬已經很多了 但我們當然就不賣啊 可是裡面有一些同學會說 沒錯啊 就不趕我的事情 還真的有這樣子的人 但我是覺得我對臺灣人有信心 遇到這樣的狀況 真的認同臺灣 然後搞得清楚敵我意識的 不會輕易的被收買 但是確實裡面也有一些可能心智比較不堅定 也容易被利用 但這個就是平常我們必須要去做防範 所以我是看到了這一個中共策動現役 卸性忠孝 開架四點八億 駕駛我們的齊魯克直升機降落 共艦來叛逃 我是怎麼看 嚇嚇得空 然後呢 在這裡 我們看到有一些協力者 讓人是無法接受 我想中共 其實他就是我所不用其極 他的手法其實你包括像這種 以前臺灣不是有一些什麼 那個反空意識飛來臺灣 那他們也會策動臺灣的人飛到中國 其實這些都是老焦 包括剛才提到那個招待旅遊 招待旅遊大概二十年前就有了 那當然就是說 他們只是什麼時候做 什麼時候不做 習近平前幾年戰狼外交 那段時間他們做比較少 現在可能就是說 中國其實經濟也真的是衰退很多 那現在他們對美國放軟 那臺灣其實以前 他每次接觸臺灣的選舉 都是像反送中 像那個九二共識的一中 那個一國兩制臺灣方案 就激起了那個年輕人 太大的 太大的反彈 所以他現在不敢用這一招 又拿那個老招又起來用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 我們都很清楚說 中共在戒選 我們人民真的要看清楚 我提到一個那個違建的事 事實上這個例子還蠻好的 我們人民可以去感情 我講的都不是政治人物 有一個A在三角窗 他有個房子 大概民國七十幾年建的 有一個B呢 他前兩三年說 我跟隔壁建一模一樣 結果政府要去拆他了 他說政府欺負我 我跟隔壁都一樣 為什麼政府欺負我 他只是時間點嘛 我們現在的違建 就是新違建優先拆除 還有影響交通影響安全的優先拆除 這是違建拆除的原則 所以你看他蓋一模一樣的房子 兩個都是民間 跟政治完全沒有關係 這一間就是暫緩拆除 這一間就是一定要拆除 這很簡單 所以內建者他們的房子 這是以前以前的民國四十九年之前的 而且講他是違建 其實還是有問號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根本就沒有什麼都市計畫 對 那個時候蓋房子根本就不要申請建造 所以就是說其實我要講 違建是因為你沒有申請建造 蓋房子才叫違建 那個時候不必申請建造 蓋房子的公寮就是這樣子 是在礦區裡面 而且是根據礦業法裡面規定 礦區裡面本來就可以有事務所跟公寮 不然礦區都是在深山裡面 你叫那些工人住哪裡 所以這個是歷史因素 所以我想說這個時空背景不一樣 所以黃國昌他故意 我相信他一定知道 他不可能不知道 他是故意拿這種東西去挫制 去扭曲 去放大 所以我是覺得人民真的要看清楚 有很多的假訊息 他就是 他製造一個 視視而非的東西 有點類似 那個時空背景不一樣 但是故意弄一個視視而非的東西 然後把你扭曲 把你擴大 把你抹黑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惡意 那從這裡我們看到了中共的戒選等等 也讓我們臺灣看到 其實讓中國統治 絕對是經濟衰退 民主倒退 有一個最大的例子 那個例子叫香港 香港本來是東方明珠 大家知道全世界金融各方面 全部都是往香港在集結 香港是多麼的富裕 結果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 中國說要五十年不變 就二十幾年就把他改變了 軍隊也進去了 然後什麼都介入 連選舉都介入 結果現在香港大衰退 香港的資金全部跑了 大家看到香港大衰退不要緊 這一次的選舉 香港愛國者區議會的選舉 投票率只有二十七點五四趴 創新低 為什麼 大家知道在共產黨之下 選舉是假的嘛 因為你選上的共產黨不給你當 也沒得當嘛 所以大家都不去投了 因為沒有用 這是假的 共產黨沒有選舉嘛 所以香港的選舉變成笑話 變成假的 香港區議會 封殺民主派 召集 僅限愛國者烏龍選舉 鳥龍選舉 僅限愛國者鳥龍選舉 所以大家看到了 這愛國者指的是愛中共 愛中國的 所以這怎麼一回事 我們看看相關報導 北京推動愛國者治港後 首次區議會選舉 特首李家超夫婦早早來投票 就怕投票率太難看 這次選舉 港府努力催票 投票還送謝卡 你覺得有的人收到很開心 這麼有趣 有的人收到 覺得有壓力 這個我想個人感受 只是再怎麼催 人氣依舊冷清 果然最後總投票率只有27.5% 不到三成 有選民說 投票所人不多 很快就投完 因為以前就選出來都是政治方面 方向的 現在就可以有些 向民生方面做一些事 真是幫到區內的市民 更多人懶得去投票 反正無法改變現狀 因為選舉改制後 參選得先通過愛國審查 形同鳥籠選舉 像其他人 我不認為我們很興奮 即使我們投票 結果不太改變 糗的是 電子投票系統還一度故障 晉級改人工 投票時間也延長到半夜12點 不方便啦 最後歷經快七小時計票 結果終於陸續出爐 當局趕忙澄清 延長投票不是因為怕投票率太難看 系統也沒有被網攻 但是故障時機已經引發黑箱質疑 看到整個香港 民主大倒退 只有愛國者 愛中共的 才可以參加區議會的選舉 因為他整個民主派被封殺 投票率只有二十七點五四趴 我們再看看民主大倒退 經濟 中國 包括香港都大倒退 收入減 保費增 中國醫保 退保 創新高 社會安全網大破洞 民眾被迫增加儲蓄 減少消費 助長經濟低迷恐慌 也就是他們應該是在通貨減縮了 另外中國問題一堆了 呼吸道疫情燒 中國發布戴口罩指引 開始 醫院兒童診療量 曾波動下降的趨勢 開始戴口罩 來讓這一些診療量下降 明年不會更好 經濟學人說中國深陷新的平庸困境 這問題大條 怎麼來看呢 嚷嚷嚷嚷嚷 看這個新聞也是非常感傷 因為香港的民主溜滑梯 就這樣子已經象徵著香港的民主 已死 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香港的這樣的一個區議會投票率 到七十一趴 就跟民主國家 基本上是一樣的 非常高的表差率 有七成 然後投出來結果 幾乎都是本土派大獲全勝 然後所有本土派全部都被中國 一個一個DQ 取消資格 只要你是愛香港 愛在地 你不夠輕忠的 資格全部被取消 所以現在投票率到了二十七點五四趴 直接降了將近四十幾 因為選上沒有用 中國不給你就任 對 你在民主 你在愛香港 你在本土沒有用 你選上 中國直接把你取消資格 不讓你就任 或者是就任之後再取消 各種方式來玩你 甚至把你抓起來關 然後更荒謬的是昨天晚上的時候 他們電腦還當機了半個小時 然後還延長投票了一個半小時 因為可能覺得投票率太難看了 想辦法讓大家多投一點 但是我看香港的媒體 幾乎沒有人敢說 這個電腦故障這個事情 有任何操作作弊的事 他們這個都不敢講 有沒有可能作弊 當然有可能 因為他是說有電腦登記的 一些選民嘛 就現場因為電腦這個登記 就出問題 他必須要用人手的方式 去這個派放這個選票 那如果過程中有些人不堪九等 他離開了沒投票 那個是不是就是會有影響選舉的問題 但是香港媒體 連批評這件事情的言論自由 就一點都不剩 所以我們看到中國的經濟多嚴重 現在義大利退出一帶一路 中國很肉氣 他喊說抹黑抹黑 義大利退出一帶一路是抹黑 中共官媒趕緊大外宣來吹捧 看到蘋果佈局產能要撤出中國 轉往印度越南 再看看中國地產商碧桂園半年報不佳 凈虧損超過兩千億 然後呢 所以蔡總統說 若上架服貌的話 讓中國這些所謂的 像侯友宜講的 讓中國的年輕人來台灣大量就業的話 台灣會被架空 所以總統也提出了警告 我們再看看 可是台灣的經濟到底有多好 讓大家看 高雄演唱會經濟 這個演唱會的經濟創了二十三億的觀光彩 鴻法愛德明明年二月四日要登場 三月由亞洲天團來接力振奮在地的履宿業跟攤商 高雄 我們看看免千萬廠租會學者稱高雄市政府投資是划算的 創造二十三億的觀光彩 單單收到的稅金遠遠超過這千萬的廠租啦 我們再看金融三業今年獲利穩創史上次高 這是在台灣的 好 大家看看 今年前十月累計稅前盈餘 一舉突破七千億大關 達七千兩百六十九點八億 不僅是去年全年獲利四千七百九十八億元的 一點五二倍 今年全年也穩創史上次高的紀錄 另外國安法要修法 即日期要施行 中國經濟間諜最重可觀十二年 也蠻有意思的 這怎麼一回事呢 這怎麼會這樣 中國現在經濟跟臺灣的狀況 走完全不一樣的路 所以之前我們在節目上曾經告訴大家 臺灣跟中 臺灣跟中國 一區臺灣跟香港走的最大的分水 裡是二零一八之後的路是越差越明顯 那為什麼越差越明顯 因為二零一八呢 美中貿易戰之後 臺灣走的路 在蔡總統主導之下是走向世界 我們不要再像過去被鎖到中國 但香港就是完全被鎖到中國去 結果我們現在發現 大家路是真的越走越不一樣 在臺灣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這這幾年所帶回來 臺灣的臺商也好 外資在臺投資也好 特別是以半導體為主的供應 在我們新竹 像我光是舉一家例子 你知道排台 台積電的設備供應商 有一家叫日立先端 那差不多是日商 那這家日立先端 為了跟臺積電先進製程合作 他到臺灣來新竹再擴大徵材 然後最近最新的消息是 他在高雄可能要準備辦公室 因為他在南科那個地方 也要擴大他的合作 所以等於說他在臺灣 創造的就業機會是越來越多 在臺灣看到的狀況 但中國現在看到是什麼狀況 中國除了我們看到青年失業率很高之外 來 中國的最新經濟數據 大家就注意的動態有兩個 第一 通縮 通縮是什麼意思呢 通縮就是他的消費的物價 消費者消費不起那麼高的金額 所以他的物價開始在往下降 他這個數字呢 十月份的時候 他的CPI消費者物價指數是-0.2% 結果到了十一月 這個數字增加到了-0.5% 所以他的通縮其實是在擴大 目前看起來還沒有停止的跡象 那通縮會造成什麼狀況 通縮永哥你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都預期說 假設未來這個手機會變便宜 這個桌子會變便宜 請問那我為什麼要這個月買 我多等幾個月再買不就好了嗎 反正他會更便宜啊 那這會造成什麼結果 消費往後遞延 消費往後遞延 那現在市場上這些人家做生意的 請問他生意會好嗎 當然不會好嘛 所以中國遇到狀況是出口的部分 狀況看起來不太理想 很多被轉移到東南亞去 那只有內需消費的部分呢 隨著很多人這個通縮縮手的 狀況 房市不好 然後內需狀況也不好 就會倒閉 就會倒閉 所以他的通縮狀況 國際都在觀察說 他會不會持續在擴大 而且中國政府也承認一件事 外資一直在出走 最近的過去兩個月 國際媒體的財經新聞都在注意 中國外資出走的狀況 所以這是中國要面對的情況 那我們最後給大家看一件事 你知道中國我們剛剛前面提到 青年失業率很高對不對 今天《華爾街日報》有一篇在討論 中國是如何讓青年失業危機消失的 這個標題乍看之下 你想說 喔 中國解決青年失業問題 我不太厲害 錯啦 他不是解決青年失業問題 而是中國自從因為青年失業率很高 不要再報青年失業率數字了之後 自然就解決了青年失業率的問題 自從不要再報數字之後 自然就解決青年失業率數字問題 所以你看 這個是國際研究 中國經濟的一個專家 他叫做劍道 他說中國人操縱數據 如果數據難看 就叫停數據 然後所以他會怎麼樣呢 他們就可以蒙混過關 過段時間 大家就沒有什麼可以討論的 欸 沒有什麼可以討論 就表示你青年失業率不在 青年失業狀況不見了嗎 當然不是 中國現在青年失業 找到一個很新的解決方式 這個叫什麼呢 有個新的名詞叫做全職子女 用白話講就是所以你看中國的全職子女 問題指的就是沒有工作的成年人 寄居在父母家 靠父母的生活費過日 這一半是潮流 一半是社交媒體上的笑話 然後中國全職媒體的數量多少呢 高達一千六百萬 所以一個社會如果走到這個情況 而還沒找到經濟的解方的話 那你就可以想像的是中國這個社會呢 他的經濟問題很嚴重 但現在滿腦子想都是臺灣之間的這些相關的問題 想的是滲透的問題 這個對於解決中國人自己的問題來講 一點幫助都沒有 所以看到為什麼習近平在APEC 跟拜登見面的時候 要求美國 要求拜登提供援助二十八兆臺幣 九千億美金 為什麼這樣子 表示他們經濟真的差到極點